怎么又四点起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涵 今天我又来一分钟分享 最近讲问大家会不会有一些起不来床的困难 然后一起来马上就想蹲到被窝里去 但是我不会因为起床这个事情耽误到工作 我还是可以非常无痛的起来的 如果说是怕赖床 迟到打工人可以来学起来 像我的话我会定闹钟提前半个小时起 这半个小时是我的缓冲时间 立马起来就刷手机 边刷手机的时候大脑也会慢慢的去清醒 然后我也会拍一点空调 这样就不会因为感觉的耳不想起来了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事 就是穿袜子 穿那种很融融的袜子 我以前不太喜欢穿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点手凉脚凉 我就会给或者就穿上一个袜子 然后在被窝里去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 你起来的话整个人是暖暖的 还有一个 因为我平时睡觉是会戴眼罩 但是如果我要早起的时候 我会拉开那么一点点的风 让那个阳光正好把我唤醒 这样的话也可以让大脑先感受到光 减少退黑素的分泌 然后我们可以把闹钟啊 手机放到比较远的地方强制起来 我们也可以在旁边放一些保温杯 就恒温的那种 起来的时候喝一点温水 非常有助于帮助身体快速地赶走困椅子 其实就是跟我们几个八脸 这个很清醒的感觉 效果的话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早起这个事 你就接受它是这个事实 首先把你的情绪这里给关掉 它就会无痛起床 但是如果你带着很烦躁的心情 去看待它的话 你起来就会觉得很烦躁 你当我拍戏的时候 四点起来吧 这个时候你不能觉得 为什么要四点起床 你就想着 哦明天要四点起床 就冷静地去规划跟分析 你起来的时候就会更舒服一点 好了 今天就是我在无痛起床分享 当然还是要早点睡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